Hello大家好我是CK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有一台电话这一款呢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me max第二代今天我开箱的呢是黑色限量版马来西亚的me malaysia的黑色然后是4gb64gb大家可以看到4gb64gb拿到过后呢他的盒子外形这里就写在他配置然后旁边呢大家可以看到me max第二代 然后这里会写global version然后我们一起开箱看到就是一台黑色的me max2然后我们把手机放一旁盒子里呢会有什么盒子里通常都会有一本说明书me max2的说明书配上这个回行针让你把你的信卡槽放出来的这个回行针然后我们放一旁然后现在me max2呢是用这个数据线testc的数据线 然后配上一个快充usb plug三角的快充usb plug让你充电时更快然后就三样东西一本说明书数据线跟这个usb plug 这个就是me max2盒子里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手机今天我开箱的是这个黑色黑色的黑色的一样外形就整个都是黑色的像之前note4这样子的黑 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配置这台电话呢拿到后呢是一个六点四四处的大屏幕然后闪光灯在这一边 然后他的下方会有这个 嗯呃c的这个插口然后他的喇叭然后上方呢会有这一个耳麦耳麦洞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配置 进到setting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荧幕显示我们一起看about phone model number呢就叫me max2然后android version呢是这个me android version是7.1.1的就是安卓7.1.1的 然后他的me ui motion呢现在是me ui global8.5stable所以就是me ui国际版本就是跟官方一样的这个是原装的所以跟官方一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cpu cpu他用的是autaco max2.5GHz在电话的显示就是625snapdragon 625的意思 ran呢是用4gb的raninternet memory呢是用64gb当然这台电话也是双卡4g两张都是4g的你可以差一张信卡一张sd卡或者是两张信卡一起进入都可以 二选一的这个用途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电量他的电量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me max2的电量呢是5300mah超大的电量 这台电话号称可以让你用两天但是要看你怎么使用了然后再配上什么呢 me max2还有点非常要强调的就是他的感光元件感光元件是什么呢就是每台手机你要看他的像素好不好 基本上不是看他的这个后值的像素是多少me max2呢前值500万后值1200万但是他用的感光元件呢是跟iPhone7一样的 这些感光元件呢是用sony ims386ims386就跟iPhone7一样的感光元件 所以你拍摄起来的画面呢你也可以拍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是我在我的直这个视频里大概测给大家看一下的 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一台手机呢 也可以来一个店里试玩 可以看一下它的画面是非常的漂亮的 不过在我的手机里 在我的视频里 可能你看得不太清楚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所推荐的 mi max 2黑色 限量版的这个 小米手机 然后售价呢 是1199 4GB的RAM 64GB的RAM 在我下方 这个跑码灯都有清楚的 显示它的配置 在我上方呢 就有我的这个 The Vosau Live Channel的QR Code 跟我的Name Cup 所以有任何想了解这台手机呢 可以咨询我 或者是想购买的呢 可以联系我下方的电话号码 下方有我电话号码 在节目的尾声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YouTube Channel的link 这个呢 就是我们The Vosau Live Channel的 Facebook Page 跟The Vosau YouTube Channel 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www.devosau.com.my 今天介绍这款Mimax 2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我这个视频里 大概的看到它的外形跟配置 有什么不了解的 也可以进一步跟我了解 有想需要这台电话的 也可以尽快联系我 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所以各位 再见 下期记得收看哦 然后我这里也有一个 这个YouTube 订阅 记得去点个订阅 我有最新的video 你也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